對,換你了 他也擔任台灣有官方推動的開放資料聯盟的副會長 現在還是副會長了?還是升級了? 沒有沒有沒有 好,我就請他來跟大家分享這個便捷資料跟智慧服務相關的心得 好,謝謝大家 謝謝孫長的介紹 我一直在開放社群裡面活動了很久 尤其是在OSM的部分、開放介入的部分 我另外一個部分是關於這個鏈結資料的部分 鏈結資料為什麼? 其實我會進入開放資料的最大原因是鏈結資料 就是Link Open Data 我講Link Open Data可能很多人很陌生 但是我講到無形體資料可能就比較有感覺 那五星級資料其實就是Link Open Data 那這些技術跟方法呢 其實在國外已經發展十年以上 而且工具也非常多 那另外很好奇是台灣為什麼到目前為止還是很多人做錯 或是說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有一些部分呢 事實上今天的內容大家可以分享給各位說 為什麼我們會把這一塊忽略掉 我把它關起來 我看我自己的頭像 各位如果在Google查詢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Google最近變得非常聰明 就是你在Google上面打一個問題 它會透過問題的解析呢 回答你正確的答案 那這個案例呢 是你在搜尋吧上面呢 打馬英九的太太是哪裡畢業的 她可以回答你正式大學跟紐約大學吧 那所以第一個 她把問題解析了 她知道你問的問題是在問中美青 所以她透過馬英九的這個配偶的關係呢 找到中美青之後再找到中美青所被畢業的學校 OK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不是這麼難 的確它也沒有很難 那它背後呢 事實上有一大堆的知識在處理這些事情 那這背後的知識是什麼 Google呢 在三年前呢 把free pass整併下來 把它併下來 就是把它買下來之後呢 就把它服務停掉了 他們的策略大概是這樣子 我買下來就停掉了 在併呢 在併呢 就覺得wikidata跟dbpd 就是open beta 所製作出來的 這knowledge graph 所以整併出來一個非常大的knowledge graph 去執政它的搜尋 那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他們自己公司裡面 內部很多比較有趣的部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就把這整個服務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這樣的服務的完整呢 事實上要從頭談起 就是說我們剛剛在談的資料資訊 知識跟智慧 那資料本身呢 它就是一個記錄的結果 譬如說我們看到一部車 時速30公里 那這30公里呢 你放在這個視訊 它可能沒有塞車 可是你放在高速公路 它可能就是塞車了 所以呢 你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塞車 事實上你要有一個時空的一個脈絡呢 告訴它 所以我們只要分析的 就是把這個資訊 主持化之後呢 事實上它就產生知識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資訊 放在一個脈絡底下 事實上它就產生知識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資訊 事實上它就產生知識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資訊 事實上它就產生知識 所以我們在這個 17年高速公路在這個 五五路段呢 它的這個50部車的平均時速就是30公里 那很明顯高速已經是塞車 那我們知道這樣的Pattern之後呢 我們要善加利用 其實才是智慧 所以當我在寫一個 這個 GPS的導航系統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 這樣子的這個知識呢 拿來應用 所以我就會有智慧 那簡單講說 這個CIKM它是CIKW 它的這個整個的架構呢 可以這樣去呈現 那有這樣的基本之後呢 事實上我們在談這個AI 談很多智慧化服務的時候呢 事實上我們都會談上面那個部分 就是我們會透過很多的這個技術方法 然後把這個知識把它整併出來 然後產生服務 那台灣Bub的部分談呢 就是上面這藍色的部分 從資料到最後的行動 最後的行動大概談上上部分 那事實上呢 不要忽略的是呢 很多在國外的做法裡面呢 包含的下面部分 是這個整個語彙的 跟HTTP的URL的設計 然後照RDF 然後到推理 然後最後呢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 Semitic Web的一個架構跟服務 這個也是一個脈絡 那這些呢 是可以互相去堆應跟支撐的 好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脈絡底下呢 事實上 我可以建議幾個方向 就是說 我建議做到政府裡面有四個I 可以去討論 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說 從這個ITACTION開始 ITACTION開始就在談的是 開放資料 也就是我們今天Open Data Day很大一個重點 就是開放資料 因為有開放資料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政府裡面 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拿開放資料去了解政府 然後透明化 達到就是跟政府合作 達到互相的 達到這個合作的目的 那 這是產生的互動 那這個互動呢 事實上你就會帶出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是你會發現剛剛在講的這個V台灣裡面講 我們很多要的資料之後呢 我們的資料沒辦法整合 為什麼沒辦法整合 因為這資料裡面有太多東西呢 我們過去電子化政府裡面的部分沒有做好 我們沒有共同的語彙 沒有共同的標準 所以我們資料沒辦法產生整合 當你的資料產生整合之後呢 有這樣的語彙產生整合之後呢 事實上你才有辦法 剛剛講的CIKW這樣子的結構呢 產生智慧或產生知識 那這些智慧跟知識產生之後呢 才會最後有辦法產生一些改變 或是一些影響 就是最後一部分 Inference的部分產生影響 那這個影響呢 事實上是 我大概提出三點啦 資料自己上面的影響 決策文化的影響 甚至到資料經濟的影響 為了不要小看資料經濟的影響 資料經濟的影響 我不知道資料拿去賣錢的資料經濟 這是 這不叫資料經濟 對不對 當然可以雙資料經濟的影響 但是非常低階的資料經濟 好 但是講了這麼大偉大的理論之後呢 發現 被一個這個事實呢 就被打敗了 這個新竹這個 新竹研考會的主委 就說他們在做智慧程式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他們在做資料整定的時候 發現一個最大問題是 一個性別有三種表示方法 他們光是整定一個資料 你就發現資料可能整定不起來 01 FM 跟呂蘭 這些光是一個性別 就有三種這種表示方法 更何況呢 是有多少資料呢 對一個事件的表示方法 事實上有更多不一樣的表示方式 這就產生了資料要整合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為什麼 我們在講Open Data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一直講到資料五顆星 五顆星呢 事實上呢就是在解決 這樣資料整合的問題 到了五顆星之後呢 就不會有在這個問題 但是你要打到五顆星之前呢 你就必須要透過很多的方法 把這些問題解決掉 好 但是這個問題呢 事實上很多人不曉得 那Heepers Lee呢 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 就把Link Data的概念提出 來2011年之前 那幾年之後呢 他又加了一句話 他說為了讓政府的那個 這個政府的人知道說 Link Data是什麼東西 然後甚至呢 要做這Link Data的 就是要促成Open Data 變成Link Data 這件事情的情況底下 所以呢 他就把這個Link Data 這個Open Data和Link Data呢 把它變成五顆星的準則 讓政府的人員去遵循 結果這一招呢 台灣政府非常買單 一天到晚都在講五顆星 好 那我們在講Link Data的這個基本架構 到底在講些什麼事情 我們過去呢 所有Link呢 你會講到的是Hyperlink 是HTTP裡面的Hyperlink 那HTTP Hyperlink呢 事實上對於機器來講呢 他是沒有 他是沒辦法知道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人呢 閱讀到資訊的時候 他當然可以知道 可是呢 那對於機器來講呢 他是沒辦法理解的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做到呢 資料跟資料之間呢 又有些關係存在 就像他投影片裡面講的 這是過去HTTP呢 所鏈接的一個情況 可是呢 我們需要的是呢 每一個 每一個object 在entity呢 政治世界的entity或object呢 事實上有一個 HTTP的URI去指射它 而這些HTTP的URI之間又有些關係 才能產生一些資料的意義存在 比如說像 右邊這樣子的範例 我就不解釋 那關於HTTP的這些描述的方式呢 事實上各位可以去參考這個W37的一個文件 我這裡就不多講 但是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怎麼樣把這個世界裡面的概念啊 現象啊或是實體啊 變成一個URI的方式來做呈現 那這樣的呈現之後呢 當然就可以出成一件事情 就我們一直在講的是RDF 不是PDF 你如果看政府的那個平台上面的網站 你會發現很多PDF的網站寫成RDA 你會發現不是RDF RDF講的是什麼事情 RDF講的是一個三元的結構 一個組織Source動詞的一個結構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資訊都URI化之後呢 每一個object都可以這樣去指射它 那這樣的指射方式呢 就有一個好處是 我很容易呢 在分散式儲存的環境底下呢 我可以做一個聯合的查詢 然後把資料整定起來在local端 那這個就是RDF最有趣的地方啊 它也是一個Graph Data一個最有趣的地方 那RDF當然就是Graph Data其中一種表釋方式 那這當然就是一個案例 我就不多講這樣子的 是這個案例的過程 但是呢 真實事業總是殘酷的啦 我們當然想說 這個是這個方法很好 這個東西很好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但是資料看似結構呢 但是不是我們想像的這樣子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在我們照實作案例過去這一年 過去一年多以來啊 超過一年 實作案例裡面呢 是拿農業的這個產銷地域 來去做這些 來去做這個Link Data的事情 Link Open Data的事情 我們會發現第一件事情呢 是我們作物名稱呢 是沒有標準化的 那甚至這作物名稱 直接埋在這個產品的名稱裡面 那作物名稱沒有標準化呢 會產生什麼問題 你的資訊其實沒辦法整合 我舉個例子喔 這個右 左邊這邊呢是批發市場交易系統 右邊呢是產銷履歷的 當初我們要做這個 作物名稱的對應的時候呢 就想說啊 我們就把那個批發市場的 交易系統裡面的資料 全部倒下來 就把它當成一個最清楚的版本 來去做對應就好了 那事實上想法是這樣子 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呢 這個批發市場交易系統裡面的 作物名稱 事實上它跟品種的關係 因為不同品種 品種好跟不好 好不好吃呢 它會影響到價錢 所以它對品種非常care 所以它分的非常細 可是在產銷履歷的這個系統裡面呢 它不care這一點 它只知道分類就好 它只知道這個 它的背後端的那個產銷 能夠堆在一起就好 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喔 光是一個大陸媒 我們最簡單的這個 湯青菜的大陸媒 就有這麼多種不一樣的表示方法 那你在系統裡面呢 就必須要全部把羅列出把查爾罵去做 查爾罵去做整合啦 在我現在做的項目裡面 但各位可以想一想 我們國家當然沒 我們整個國家這個農業政策裡面 沒有作物標準這件事情嘛 可以想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事情呢 是除了作物之外呢 我們在談Niclator 事實上要連結到每一個acti 那對於商店的表示方法呢 當然就不能那麼 rough 我們看起來這個 這個資訊非常的結構 是一個Jackson的一個檔案 但是 它的這個商店的信訊裡面告訴你 是超市 會看會要看超市的全台分店 你知道全台分店這件事情的 指的是226個全台灣的這個分店 它不是只一個 它其實只226個 好那問題就來了 我要指到這226個會怎麼辦 那主要就是發揮這個 這個爬蟲能力 去把所有 它指涉到 只要這檔位裡面講到的 這個所量販店超市 所提到的東西呢 全部都去撈 網頁上撈 撈完之後呢 就是41萬多筆的這個資料 全部商店的41萬多筆的資料 包含了柱子電話 就從網頁上撈下來 那我們的資料才會辦法 對應到這個商家裡面去 好 在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東西是餐廳 那這個餐廳呢非常有趣的是 農委會的這個資料裡面 現在已經open data了 過去沒有open data的時候呢 它是放在網頁上面 那有兩個系統 那這個餐廳呢是告訴你說 我這個餐廳賣了哪些產銷履歷的 用哪些產銷履歷的食材來做我的餐點 那這些資訊呢事實上對於一般使用者來講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它確實有非 它的提供服務的方式呢事實上非常糟糕 因為你要去找真的餐點的時候是非常難找到的 那這不是我的重點啦 我要把它結構化 所以呢我還是得要把它所有的網頁的資料呢 再把它抓下來再整理過一遍 那現在大概有800筆左右以上的資料 到去年底為止 好 那我把這麼多資料都放進來之後呢 我就還有一件事情 我要一個中心思想 我要利用這個中心思想呢把資料對應在一起 不會有標準的銀繪 這東西呢專業上來講叫做ontology 叫做知識本體 各位不要去想知識本體是什麼東西 不要想去瞭解ontology什麼的沒關係 但是你要有一個想法是 我這要串在一起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一定要有一個標準 那這個中心思想跟標準呢 就是這個ontology 好 有了這個ontology之後呢 我們資料當然可以做一個對應 除此之外呢 我在做查詢系統的時候呢 可以根據這樣ontology去做查詢 這是最大的重點 所以當我們的系統都做好 有餐廳啊 有商家啊 有這個本來的這個農業產銷履歷的這個資料之後呢 我們透過剛剛設計的ontology裡面 可以知道說我的query要怎麼下 所以我們可以下一個整合式的federal一個query 分別像三個這個查詢系統呢 去下指令 去下查詢 然後呢 在logo端呢 剛剛我在前面的投文片裡面有講 RDF的特性呢 是在URL一樣的時候它就會整合在一起 那因為我的中心思想是一樣的 我的理會是一樣的 所以當我在三個這個查詢的 這個服務系統裡面查詢的到的資料 我在logo端這邊呢 是會整合在一起的 那這個東西呢 有一個套件啦 叫RDF-Line 它是一個json的一個library 那自然而然呢它就會整合在一起 那一開始的啟動呢 事實上這個網頁的啟動 事實上是用icook 等一下我會講 icook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呢 它使用了schema.org的標準語彙 所以我們這個原件呢 去讀icook的網站的時候呢 它並不是去pass所有的網頁 而是單純的只去讀schema.org 所用的這個標準語彙 只讀那一段而已 那讀到這些資訊之後呢 這些實踩的語彙呢 就會自動去做查詢 然後得到結果 那為了實驗 為了實踐這個link data link open data 所以在背後端呢 我們把所有的餐廳跟商店呢 事實上也跟衛服務的視頻登錄 視頻業者登錄 還有工商登記呢 全部都對應在一起 那這對應的內容裡面呢 事實上也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你如果用商店的名稱要去做對應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登記的名稱跟商店證實的名稱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有一些事情會一樣 柱子 當柱子對應在一起的時候呢 在這邊我會取得到這個統一報票 統一報票取得之後呢 我就可以再跟工商登記對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在link data處理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去找很多有相關列寫的部分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這是一個竅門 那不是所有資料可以這樣處理 但是這只是給你一個int 這件事情的處理上面呢 你永遠要去知道說 資料的特性是什麼 資料有相關性的地方在哪裡 資料能夠整合的部分到底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剛剛講了 這是我剛剛講的背後段這部分 我現在跳回來講前端的這部分 那前端這部分的 我剛剛講的就是schema.org 的ingredients 你如果把它網頁打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這個食材呢 大家會登記在這邊 所以你只要一讀食材的這一段就好 你不用怕整個網頁 那你讀到這些資料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Chrome的extension呢 就會自動去撈這些資料 然後撈到local端這邊呢做呈現 那因為我們找到的這些柱子 所以我就可以把柱子轉化成SY座標 用地圖的方式做呈現 所以我會知道說 我剛剛看到IPUD這些網站的時候 我看到蘿蔔 我會知道說蘿蔔呢 我要去哪裡買到有產銷履歷的 那我也可以知道說哪些餐廳呢 有賣產銷履歷蘿蔔的一個餐點 那當然你可以回覆到這個食材本身 你也知道說你現在如果要吃蘿蔔的話呢 是好或不好 那好或不好怎麼分辨 如果這個食材本身的產量高 價格低的時候 讓它當季產品 所以當然就值得吃 如果它的產量低 價格高 它就不是當季產品 當然就是可以避免去吃這樣的產品 那從價格跟產量之間的關係 大概可以知道說 可以分辨出來這樣的關係 那當然你還是可以回覆到 這個產銷履歷的這個內容 利用這個方式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去年我們也做了一件事情 是把...我快講完了 最後一張 其實我們也把這個資料對應到日本的部分 就是我們把20種食材 去做20種食材的翻譯之後呢 把它對應到日本的產地跟食材的部分 所以呢 現在的系統裡面是中日文 大家都可以查 那當然我們希望下一步能夠擴展越大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東坡的分享 如果剛剛很多技術性的東西聽不懂不用害怕 你只要知道 這個Google可以知道 這個馬英九的太太念什麼學校 那她也會知道很多可怕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些人在做這些事情 就好了 好 感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會做很快的自我介紹 那每個人就是用三個關鍵字 謝謝